第五、第六次上课 所以上礼拜大概把重点维护一下 里面大概我们就讲到有关日期相关 日期跟时间 那时间讲的比较少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的原理原则跟日期是相近的 也就是日期一个资料里面有年月日三个资料 那其实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我们必须把它分开来处理 那尤其是处理年跟处理月的部分 那所以呢里面当然我们有一个範例就是 处理那个精确的生日 就是出生的日期 几年又几月几天 那大概可以用day live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做一个年历 那年历部分的话 当然步骤还蛮多的 包含就是说上礼拜我们处理完 就类似像这样 就是上面部分 就是用那个e-day产生跟这个相差一个月嘛 所以这个e-day的话呢 就是算相差月份 那向右填满的话可以把每个月的第一天找到 然后呢再利用那个if后面加month 也就是a2这个month跟他加一天之后的month 也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那我就把产生的那一个资料给删除 因为不同资料 我们底下就不要产 就是每个月像2月底下就不要出现三月部分 但是因为清除掉之后的话 那那个三月一号 那个日期呢 他会清除 可是三月二号就出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部分的话 他的前一个出生格 他没有资料 所以会造成错误 那错误的话可以用ifl去把它过滤掉 OK 上个礼拜 那最后再把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 加上那个不一样的颜色 那加颜色部分的话 我们有两个方法 一个不外乎就是 用那个设定格式的话条件新增规则 OK 那这个方法倒也是还蛮快的 只是说他的缺点格呢 如果跟VBA比起来的话 变成说你每做一个条件 你就要加一个条件 加一个条件 那如果VBA的话的话呢 当然你就可以在程式里面呢 把所有的条件叙述一次全部做完 如果你有多条件的话 那相对的 越复杂的设定呢 当然 因为用VBA当然相对的也比较恰当 OK 那两个方法上个礼拜呢 我都有跟各位做演示 那另外VBA还有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跟其他 它后面的VBA层次可以串接在一起 那如果你是用那个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还是必须用人工的方式 一个一个来做啦 那当然 你如果像新增规则 其实也够快了 只是说每次做 还是每次都要再做一遍 所以相对的话 我还是蛮比较建议你未来像这种比较重复性的动作 尽量还是用VBA来做 所以上个礼拜我大概把这个结果演示一下 清楚格式 清楚格式的话就是整个范围 整个范围我记得用Range会比较快一点点 这个工具选项我把那个撰写风格 自把它放大一下 OK那我是用什么呢 这个范围整个全部恢复 恢复成什么呢 整个范围的字都变成黑色 整个范围的底色全部清楚 所以特别注意 我是用Range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 未来你们整个范围全部都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就不用跑回圈了 为什么因为那个Sales是一个一个储存格 那Range是整个范围 OK所以建议这个大家慢慢你们要学习 因为常常同学会对那个Sales跟Range 这两个物件 经常会有一些地方不知道怎么去应用的点 那这个地方其实蛮明显的 就是如果是大范围的话 你就用像这种叙述 一个Range刮弧 那里面的话就是一个字串 那一个储存格 左上角到右下角 你跟他讲一下 他就跟你做 后面的话就加上 字的颜色变黑了 有没有 风color 风名叫RGB 那如果没有颜色 Intel color的底色 变成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是Actor 这个好像前面都有讲过 只是说应用一下 那另外的话 特别注意Range除了可以指一个范围 他也可以指某一个储存格 也就是他跟Sales有某部分是有功能性的重叠 比如说Range A2的话 指的是A2这个储存格 那你想说老师那为什么你不全部用Range就好了吗 我跟各位讲一下 主要原因是因为Range习惯里面 它是放个字串 那如果我们考回圈的时候 特别注意 回圈里面 它基本上是需要一个数字 你不能给它一个字串 如果你给它一个字串 它就会出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你想说老师你为什么有些地方用Sales 你会发现我在回圈里面一定用Sales 为什么 因为Sales它前一个数字是列 一定要数字 后一个栏也可以用数字 也可以用文字 它有两用 这里的话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一下 如果要把这个格式做一下的话 就按一下 上一个要演示 这个按钮里面的话 不外乎就forI 等于第二列到第三十六列 forJ多一个J 特别注意 所以上个礼拜又多一个J J指的是蓝 哪一蓝到哪一蓝 特别重要你不能A到L 我刚刚讲 那个for回圈 回圈只能用数字 所以特别重要是第一列到第十二列 所以基本上 你就把这个范围给框起来了 然后在做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就Sales的IJ 一个一个 它会一个一个去帮你做什么 资料提取出来 那我们先判断什么 里面有没有资料 有没有 如果有资料 有可能没有资料 像这个 有没有资料 有资料的话 我再来判断什么 里面的资料呢 是不是礼拜六 如果是的话呢 就帮我把颜色 变更为类似这样 深绿色的字 然后浅绿色的 RGB怎么下 我好像上个要特别有演示过 其他色彩 你可以选一个深绿色的 然后制定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 那你可以选绿色的拉一下 所以我从那边调色盘 我可以调出很多颜色 但是写成试的时候 不用那么一定要调出什么 它一般先求有再求好 如果你将来觉得这颜色不好看 没关系 你就是自己再调一个颜色 把它改一下 这都没有问题 OK 然后做出来 礼拜六座 礼拜天复制一下就好 所以上个礼拜座的城市 云端上也有了 有没有 就是For I 有没有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遇到类似的城市 我是建议如果你还是不太熟悉 撰写的方法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拿云端 这个范本 拿来做一个套用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为了很多只要是一个范围的资料 你要逐一逐一的抓出来 做判断 你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有没有 For I 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J 哪一栏到哪一栏 然后先判断有没有资料 如果有资料 如果没有资料就跳过 他不会做 如果有资料判断它是礼拜天 礼拜天的话呢 刚刚有同学问说 这边打VBA 电 我也是打那个weekday 打一个w就出来 那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你的云端上没有VBA 那你打的时候为什么有VBA 到底要不要打 其实跟我讲两可 为什么要打VBA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打VBA 你会发现 如果你那个函数你背不太熟 没有关系 点下去 你用挑的嘛 我记得weekday 那个单字我不太会拼 但是我只记得它是w开头 那我打个w 马上挑到w了 大概就找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用哪个物件 其实VBA在这边就视为一个物件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里面的所有那个绿色叫方法 所有的方法都会列出来 你只要用选的就好了 那未来当然还有一些 如果有一像这些方法 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的话 其实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强调 你按F1 它也会跳出一个云端的那个所谓的官方的 云端的那个电子说明 官方版的 虽然写的其实不是那么好理解 但是跟各位讲这些都很重要的讯息 如果你慢慢可以看得懂上面的说明的话 那你慢慢就知道说 这weekday怎么使用 那如果完全看不懂 你可以从范例开始 它底下有教你怎么用 OK 那大概就这样子 其他除了这个weekday的这个函数之外 你会不会有这么多函数 数学函数啦 有没有 那这边还有一些一堆函数 那你可以 如果说你将来 想要彻底了解VBA的话 我是建议 学会第一个F1 第二个的话 请你到这一个官方版的这个说明文件里面 有时候可以自己整理一下 有时候整理一下 把那个重点写一下 就是说像我刚开始 我记得最早学习的时候 我是大概先把这些 有哪些函数我将来可能会用到 然后我就把它稍微做一点功课 比如说像day day这个函数 我以后如果需要用到day是什么情况 它里面有一些说明 那我大概稍微把它看一下 这个可能还是要多下一点功夫 因为毕竟 你如果多懂一些函数的话 那你自将来如果刚好用到它 你也会用的话 那你就可以足够解决一些问题了 因为其实一个函数就是 解决某些一个问题 至于怎么操作 这个我想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做一些其他的说明 你看有这么多 好像我们有用到的 有哪一个 input box 那个什么 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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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寻找函数 那里面也有商量说明一下 不过它这个说明其实不是那么好理解 但是你有时候 因为它有点是那个阴帆中过来的 所以有些时候你大概知道一下 好 至于细节我想我们有机会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OK好 大概是这样 week day 然后刮呼一下 其实刮呼大概另外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也可以看一下 它会问你一些问题 那你就把那个问题填上去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中瓜虎的这个引述的话是可有可无 如果是像这种前面没有中瓜 一定要 一定要的话它会跟你亚个日期 那我的日期在哪里呢 在Sales的ID的追览里面 意思是说这整个范围你每个都要检查 如果等于多少 如果礼拜天的话等于零 OK好 如果等于零的话空一个 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我的底色 字的颜色变红色 RGB R就红色全部 绿色跟蓝色没有 那底色的话呢 就是黄色 黄色我有讲过吧 就是红配绿 OK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上个礼拜讲到 如果细节部分 假如说还是听不太清楚的话 我建议回去可以再把影片稍微再看过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时间还蛮宝贵的 所以这边影片的连结在这里 应该理论上刚刚讲的 有些部分其实也都有讲到 像那个VBA格式 礼拜六礼拜清除 最后是有讲到年历的清除 跟年历的自动化 不过年历自动化其实难度非常高 所以我有讲到 还原这个有讲到 那这个年历怎么加上去 其实第一个就是一个info box 输入年份2022好了 OK 那我其实主要就是做几个动作 包含就是把这个资料先填到这里来 后面加斜线1月1号 因为本身有格式 他就帮我格式化 再来的话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就是向右填满 这个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就是向下全部填满 第三步就刚刚我们做的 然后第四步的话就是把它格式化 礼拜六礼拜天 OK 像这大功告 所以其实总共有四个步骤 那这个四个步骤 程式你可以分开写都没关系 OK 细节部分云端上有啦 就是如果有戏剧同学 因为这个部分其实难度已经算蛮高的 只有礼拜六 是礼拜天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年历部分 好 有没有 其实我是怎么做呢 用call的 call就是意思说我先写完这一段 然后我以后呼叫他 然后先什么 输入资料了 然后每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每个月的其他天 然后格式化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是call call格式化我们刚好写过 就在上面这里 我看一下 是不是写错了 VBA Sales 如果等于0的话 那就是 这个资料 这有没有写错 对 等于0的话 没有等于0这东西 OK 等于1才对 好 所以你看如果等于0 那表示 因为礼拜 第一天 意思是说 一个礼拜第一天就礼拜天 那第0天他抓不到 所以抓不到他自然就不会进到这个逻辑了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就不会有 那当然我如果再把它重新run一遍 那当然这边就有了 OK 不过他有点那个slow motion的感觉 你会发现 用range他是一下就 有没有 他一个个 如果用range的话 他是整个一下OK 所以相对的 未来那个处理的效率上面来看 range的效率绝对会比sales来的快太多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sales一个一个一个的检查 那range是整个全部通通做一样的事情 OK 那最后的话 上礼拜还有讲到有关那个插入空白列 有没有 然后删除空白列 有没有 插入空白列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的需求是这样 就有同学说 老师我希望我在每一个列的下方 那我希望插入一列 那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你按右键 就是比如说在第二列下方 就在第三列 按右键插入一列 他又一列了 然后在这一列再插入一列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像这种 假设你的列这么多 你每一个每一个一个一个做的话 那这样花多少时间 古法古爽 所以以后我如果假设 因为好像有 之前有同学是做会计的 那会计好像常常需要什么 需要在某一个地方加一列 某一个地方加一列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假如说会这个方法的话 那你很快就OK了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我上礼拜讲过 如果你从上面加的话 理论上应该逻辑是什么 for i 等于第三 因为第二 你不是从第二列 应该是从第三列开始 有没有 然后呢 怎么插入一列 那插入一列之后的话 然后呢再来就是在第四列的地方 插入一列 不过你会发现插入一列之后的话 原来的第四列会到哪里的 原来的第四列 原来的第三列跑到第四列去了 原来的第四列呢 跑到第五列去了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要在第四列的地方 再插入一列 你会发现到 变成插入两列了 如果第五列跑到哪里 第五列跑到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你如果你一直 假设用从上面一直往下插入 列的话 会造成一个问题 怎么样呢 它会一直在同的地方一直插入列 所以这个方法 不OK 那怎么样比较简单 要不就是你把那个爱加一 你插入一列 要把它加一 要不然另外一个方法 你干脆直接从哪里 从这里 理到一张应该从三一三吧 不过这边已经有一列了 好吧 从三一三 你会发现从三一三插入一列 再来三十二对不对 三十二插入一列 三十二往下 但是你再来就是三十一 三十一还在 并不会影响 所以如果将来 如果假设你要插入列的话 记得 有没有 倒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待会会跟各位讲 如何插入列 然后呢 插入列的话呢 需要学会一个叫 反向回圈的东西 反向回圈 OK 另外再来就是如何删除 插入列 然后再来 删除 我加了对不对 我要把它删掉的话 那删的话一样倒过来删 删的话理论上应该是从 六三吧 六十一 六十五 一直往上删 你会发现间隔 间隔一个 那怎么删 当然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按下去 OK 好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这部分 上礼拜的部分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把插入空白列 跟删除空白列 把它讲完 那基本上这一题大概就先到这里 然后再来我们再来看数学 与统计相关函数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